小可爱当托利母胎 第一件事就是亲手杀死自己的妈妈 她一拳打烂异形女王的头 她成了弑母的恶魔 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 含情默默地迈着萌 她认定眼前的人类才是她的妈妈 只见她缓缓走到女人面前 想要求抱抱 抱抱我吧 哎哟 这么萌的吗 没错 小可爱很喜欢眼前这个亲外婆 她朝女人伸出灵活的长舌头 把整张脸都舔了个遍 可女人并不喜欢这个和自己有血缘关系的怪物 就在小可爱准备再次杀人时 大花阻止了她 小可爱刚出生就没了妈妈 她对外婆的话言听计从 女人假意和她亲密 先是安抚她的情绪 然后趁其不备 借用她的牙齿将手掌划出一道口子 接着把血散到玻璃窗上 女人的血液具有强酸性 或许她也是龟基生物 很快 玻璃上就穿透了一个小孔 女人趁机紧紧抓住蓝毒网 异形也并非高等生物 被强大的气流贴在玻璃窗上 她像一个无助的孩子向女人求救 发出惨烈的哀嚎 女人心如刀割 但还是选择放弃这个嗜血如命的亲外孙 大眼宝宝的躯体瞬间就被抽空了 碎裂的血肉纷纷扬扬洒落在茫茫宇宙 最后双女主来到地球 看着眼前荒废的环境 他们才发觉 原来一直拼命祖蓝的异形 或许并不是地球的危机 而人类才是毁灭地球的罪魁祸首 所谓的边缘地带究竟要不要跨越 也许不是人类可以承受的变革